听说北方又降温了 准备来西双版纳过冬的床车和房车 你们都出发了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王 我现在依然是在西双版纳 前一段时间呢 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康养中心 还有这个景洪室内的一些出租的房间是比较多啊 因为到了冬天嘛 康养的这个季节来了 那么来这边的人的越来越多 咨询到我的人也很多 所以呢 就做了好多期视频 就是关于这个康养中心 还有租房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那今天呢 我来分享一个 在咱们景洪室 呃 十公里左右的地方 有一个汽车营地啊 也就是我们的房车营地 很多朋友呢 来这边康养旅居啊 都是开房车过来的 但是近两年呢 景洪室内根本就没有停房车的地方 停车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哈 那么居住的人呢 越来越多 现在有汽车的朋友 呃 床车还有房车旅行的朋友呢 到景洪来 这个车辆啊 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那今天呢 我也是在去 橄榄坝的途中呢 发现了这个 9号的一个汽车营地 所以呢 顺便就进来 给大家拍一下 那么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 这边呢 就是一个叫做9号营地的地方啊 是从219国道上 插进来的 一个路口上插进来 有指示牌 插进来以后呢 其实刚才走错了 是一个村子 但是在村子里边呢 做了这么一个营地 我感觉就是村里的一个 一个空地哈 看这两边还有一些矮的这个平房 估计这些房呢 也是租的 有篮球场 这边就是停了很多的车 外地车 云A啊 苏州的啊 感觉这边是一个 废弃的 是村委会吗 是什么 进来看一看啊 以前像是村委会 现在已经被他们都 改成房间了 好像 是 这是人家村民的一个家里 院子里还种了菜 你好阿姨 你们是在这常住的呀 不常住 不常住啊 搬到新房子去了 搬到新房子去 整个这边这一排房间都没人住了 没人住了 空空的了 那你们怎么还没搬走啊 今天搬到停工掉 所以有车啊 哦 那就整个全办 这以前是个村 村委会啊 啊 这以前是村部啊 是什么村子里面的 不是 是农场 哦 是农场里面的 厂部 哦 厂部在底下 哦 在底下啊 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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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队上的 哦 队上的 都往外出租吗 呃 这个是 我们搬呢 搬呢 搬呢 搬就要去随随便的租 租的话就 哦 你们搬走就可以租了 是 租来来 股 股 股 那现在这个房租的话得多少钱 啊 这个房要租的话多少钱 不是 不是 不要 不要钱 要出了 哦 不要钱啊 嗯 哦 随便住啊 嗯 要拆了 说要拆了 随便住住的 啊 就是随便的可以暂时住一下 没事没事 我就是看看 走到这边来了 了解一下啊 刚才跟两位老阿姨聊了一下 这个地方呢 是厂部 也就是团厂的地方啊 以前这边都叫农厂 那么拆迁了 现在他们都搬到新楼房了 剩下的 就是一些还没有搬走的人 还有一些没拆掉的房子 那么后期肯定都会拆掉 拆掉以后呢 这边应该就是一大片的空地 其实这个地方 刚才也讲了 坐营地还是可以的啊 呃 停车方便 用水用电都是有的 还有这个篮球场啊 还有一些以前人们离留下来的一些 呃 卫生间呀 什么的都可以使用 我觉得停到这儿也可以 呃 虽然说它在这个219国道上啊 但是它到这个橄榄坝呢 有个20公里左右 到景洪市呢 也是 是十几二十公里的样子 到告庄会近一点 因为告庄它就 临近这个219国道 所以到告庄的话 应该有个十几公里就到了 位置还还可以 如果有车的朋友的话 呃 我觉得 扎营在这边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是在9号营地的一个 内部的小狮子路口 还挺漂亮的 你看 这个椰子树哈 树中树 特别有这种热带雨林的感觉 哦 然后有羊桃树 鸡蛋果树 还有橡胶树 橡胶林 前面这片花正好看 这边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牌子啊 从这里进去 就是它的9号营地 这里边看样子是不能停车的 只能人走过去 全是这种沙石路 而且路是比较窄的啊 前面那些厂部的房子呢 是准备拆迁的一个样子 有的已经拆了 那有的现在居民还在住 这边坐着有灯 晚上应该是有亮化的 9号营地 它是一个收费的烧烤扎营 这种的一个营地啊 9号营地的这个5号扎营厂 可以在这边租帐篷 做烧烤 像这块就是收费的了 从这个3号扎营的这个房间号这儿 下去是有一个楼梯 可以到江边 我就没有下去了 这个在这边也是可以拍到的 这已经是有朋友在这边 搞这种聚会活动了 就是很舒服的一个地方啊 包括你这个假期带孩子来溜娃呀 还是平常走到这边来 小气呀都非常合适 很悠闲的一个地方 这边的景色真的是很不错啊 找个地方我也坐下来 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汽车营地 今天呢本来是想给大家找一个免费的汽车营地啊 结果误打误撞来到了这个9号营地 其实它不是一个就是汽车营地 是一个就是搭帐篷啊这种休闲烧烤的一个营地 然后呢也是收费的 老王也是第一次来这里啊 也是第一次转到这儿 那么走了一圈呢也还是搞清楚了这个里面的情况啊 整个的这个营地呢 它是在一个村子里 也就是一个他们所说的农场的厂部 那前面的部分呢 就是9号营地的前面的部分呢 那面停车应该是免费的 因为它是一个拆监区域嘛 那就像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拆监区域呢 有有这个篮球场啊 还有水呀电呀什么的 都可以自行去解决这些事情 然后还有晾衣服的地方 生活上如果是房车的话 停在那里是比较合适的啊 地方比较宽确 那么在它的这个9号营地的后面呢 才是真正收费的一些地方 就像我在旁边这个江边 还有我现在坐的这个亭子呢 肯定是人家收费的 但是我们如果说在前面停了车 住在那了 这个江肯定是不要钱的不收费的嘛 我们晚上的时候到这边来坐一坐呀 就是到这来看一看这个落日啊 这个肯定是没有什么额外的一些密的啊 所以我觉得也还是非常的划算 就是综合考虑下来 这个位置现在停车 房车和这个床车 自驾旅行的 住在车上的这些人们啊 就是特别适合的一个地方 毕竟它是免费的呀 你要再往景洪市走 根本就不要想找到地方停车 更别说 那个有这么宽硕的这个地方了 根本就没有 那以上呢 就是我参观了这个9号营地 所有总结的一些真实情况提供给大家 那么如果您是开车 床车或者是房车来板纳过冬的朋友 就不用考虑说往景洪市走了 这个位置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 如果说你想到景洪市去 有车也是非常方便的 在白天的时间啊 进去采购啊 什么去买点东西啊 再回到这里住一段时间 然后再前往别的城市 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中途休息点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9号营地 不知道您喜不喜欢呢 还有知道景洪别的地方啊 能停车 能这个自驾游的 可以提供给老王 老王也去给大家分享一下 拍出来让所有的朋友们 都能知道这个信息 能到景洪来过一个 非常温暖和开心的冬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